如此的朋友 高人做我们的朋友 我们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嘛 自然就高了嘛 我们希望从他这里呢 能够多多的得到一些借鉴 能够得到成长 能够有所进步 他另外讲到一个问题 关于医疗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其实没有问题 为什么讲这样子呢 思思有两种 对不对 关于身心灵健康的问题 也是两个世界 我们现在坊间 市面上所有的 医疗的方法 那是错误的 那个是有限的 那更开阔的 另外一面呢 是健康的世界 我常常喜欢讲 不是按照我的理解而已 是按照《黄帝内经》的经典的教训 天下根本没有病 所以不准治病 所以不准治病 主师也讲得很清楚哦 无问其病 以令弃平 这病是一个魔咒 不要承认它 不要接受它 要拒绝它 如果你坦然面对欢喜接受 你就糟糕了 那重的是魔咒啊 那重的是魔咒啊 从黄帝内经的角度 我刚刚讲过 所有的问题 不外乎十二经脉不平衡而已嘛 不协调而已嘛 至于后面哪些症状症状等等等等 那都是化蛇添足毫不重要的 所以主师交代绝对不准问病 当然 病人深受那个奇害 很痛啊 我这是某某病第几期 他还报数字给你 报名牌给你 请供参考 哈哈大笑 哎呀 不要接受嘛 魔咒怎么可以接受呢 要唾气 怎么唾气呢 很简单 有健康就没有疾病 当你失去了健康 我常常 有朋友跟我 我跟他开玩笑 朋友问我啊 哎 老师 我这到底是什么病 那我就笑啊 你到底需要什么病 通通送给你好不好 天下 这么多的病 你要哪样啊 你自己挑嘛 根本没有那回事啊 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 本来就是啊 有健康就没有疾病 就好像 我们要 发光发热 为什么 为了反对黑暗 需要反对黑暗呢 黑暗吗 不需要了 你只要开灯 就没有黑暗了 你为什么要研究 这个黑暗是什么病呢 没有那个病啊 万法为心 都你想的 都别人送的 都你 哎呀 你认同的 那是你送的气了 那你为什么这么 这么不够聪明呢 读读古书嘛 老祖宗讲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 根本没有病 这回事 当然 你不吃饭会病哦 血糖低 怎么不是病 对 那是病 有哪一种病是因为缺乏哪一种药而产生的吗 绝对没有 那生病怎么可以吃药呢 绝对不可以 当然我是讲大话 我说痛快怎么办 哎 蚊子你帮我捏一捏 对不对 你要找到 正确的方法 黄金人已经讲 治病很简单 即使真的有病 你认为有病 就给你病吧 治病很简单 你让个气平 就没有病了 气平就没有病 不平则明 不平则病 哀哀叫都有 那是真的啊 他的病好像是真的 其实是假的 你读读金刚经就知道 不要中那个 后天局限的轨迹 看事情 事情啊 没那么简单 你看得到的只有一半 还有一半你没看到的 关键的重要 在没看到的那一遍 这个也就是那个阴阳太极图 它一边是黑的 一边是白的 你说哪个重要 一样重要 至少同等的重要 但是怎么样调和它呢 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呢 善用念力 善用精神的力量 就是善用信息能量 顺着它走 绝对不要对抗 头痛 脂痛 脂痛 发炎 消炎 哎呀 这个是最下策 是 比方说 SARS 发烧 退烧 退烧不行啊 它等等又烧起来了 再退烧 这样拉锯上 三拉两不拉 人都死翘翘 说明了一点 退烧是不对的 为什么要退烧 退烧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在工作 因为它需要用发烧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体温升高1摄氏度 免疫功能增强30% 你的问题自己在解决啊 但是为什么它还在烧呢 因为还没解决好啊 那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恢复健康 治SARS很简单 恢复健康就是把他那个 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吧 寒急生热 他受了寒了 所以他发烧了 所以自发烧的病 绝对不准退烧 不必退烧 你把那个寒拿掉就好 所以当年十年前 我就笑 什么叫SARS 其实 红糖姜水正好群啦 不要去问生生 要去问阿嬷 你问阿嬷怎么办 这开始烧了 要怎么退呢 很简单 阿嬷说煮姜汤点了 棉被盖厚一点 发汗就好了 严格讲就这么简单 当然 因为没有学问 不好赚钱 但是也不需要死人 把人给人洗不完 死别人没关系 你不能把医生护士都赔上去 真是天大的笑话 十年前 全世界到了这么大的笑话 现在是十年后了 又来了 伊波拉病毒又来了 怎么办 前面的教训没有得到好处 没有得到教训 我们的医学界 产观学界 统统继续睡觉 真是很大的一个笑话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呢 就我刚刚告诉大家怎么吃了 知足感恩 这是一个 正向思维 还有更积极的 修得养道 就是星云大师在提倡的 三好运动嘛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就这么简单 这话不是 不是现在星云大师提出来 我们才听到才知道 唐朝 神医 孙思苗 他就说了 道德修养好 可以治所有的病 我们的老前辈 我们的古圣先贤 都看见 那里面读道德经 我也读过道德经 略知一二 道德经五千言 最重要的我讲三个字 重积德 最重要的 就是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其他的 通通不重要 所以我们不需要盖那么多的大医院 不需要 培养那么多的病人 甚至 全民健保都不需要 我们需要的是 全民保健 不是健保 大家把自己的健康做好 该吃饭的时候 你吃饭吗 吃好一点吗 不是鸡牙鱼肉 少吃鸡牙鱼肉 要吃所谓的生鸡饮食 不要去菜场买菜 那些菜不能吃的 那当然我是纯 打高空嘛 我是乱吃的人 但是我有我的方法 我有很多高人的朋友在后面挺我 我有问题的话 我就哀哀叫求他们就好了 我有那个条件 但是我知道 我现在做的都是不好的 我也去麦当劳 也大量的喝可乐 我以前抽烟抽得很凶 当然 最近那个Coda用完了 我就不抽了 我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很糟糕的人 很软弱的人 所以 病人的 众生的问题 我最了解了 我从众生里面爬出来 我了解众生的需求 我了解众生的苦恼 我了解众生的软弱 那结论呢 结论很简单 不要治病 如果不要治病的话 治健康的话 医学可以很简单 医学可以很廉价 不用钱了 如果要用医学来收钱的话 那就要好好的考虑 那个钱你收得起吗 你收了以后结果咧 将来那个代价你付得起吗 人生有很多问题 我们都不敢面对 我们都没有面对 如果你要了解生命的真相 就从人心人数 六七五行 这八个字开始 就可以进入皇帝内经的世界 疗愈很简单 疗愈很廉价 好 有没有问题 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 来来来来 我们来交换意见 我们来把你的不舒服 来 处理一下吧 好吃 我的不舒服就是 每次 平常没什么病 可是睡觉 起床前 我就会腰痛 哦 起床前会腰痛 哦 就这样子 好 请出来 够给你我看 你有什么问题吗 它是 八星丝 所以待会那个蚊子 蚊子要把它处理 来执定 对 看一下 执重 会不会是因为太胖了 说得好 我有这个苦恼 它的问题啊 它是内含外热 按照我的出现的了解 根据皇帝内经理论 它是 内含外热 内含含在哪里 含在胃 它的胃非常的冷 所以它消化有问题 外热呢 热在哪里呢 也在脾胃系统 但是它还好 它是热在肌肉这个系统 那会什么现象呢 很简单啊 体力很差 它说的一点是 早晨起床前 会觉得腰痠 起床后呢 觉得还没睡好 然后呢 整天 应该是无精打采 体力呢 体力都OK啊 没有那还不错啊 那表示总有一天等到你 哈哈哈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有两个原因 不是开刀后遗症 就是曾经受过大的伤害 皮下出血比较大 然后造成了 某一种现象 我就不猜 不要生谈了 开刀后遗症 我两年前开附魔也 将来会变成体力很差 目前还没有发作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 有的人很快就发作了 有的人会说 哪有 我开刀已经五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五十年过好日子 最近才体力不好 也有这种情形 可能你是五十年后来找我 比较快 会比较清楚 多谢老师精准 那我就一百多岁了 你凡是看事情从好处看 所以你说怎样 我说怎样 但是我说的比较对 你说的 请供参考 那我需要注意什么吗 对啊 你讲到问题重点了 你需要把那个寒拿掉 要念力吗 用念力 你说你胃中有寒 谈食指就好了 都要向上谈 要向下谈 向上谈的话 不知道掉到哪里去 掉到别人的生命里面去 向下谈 就把它谈掉 胃不含 胃不含 还就不含了 对啊 谈气出去我不要 谈气出去 等会再看 好了多少 就这样子啊 治病就是这样子啊 信手拈来 举重若轻 应该是这样才对的 嗯 那你有缘碰到我 我就有 有责任告诉你 如果我不告诉你 就是我的罪恶了 谢谢啦 不可以 至于收钱 哪不能随便找人家收钱 收了钱以后 你怎么样还人家 那才是重大理解 那个 这一位 大哥我可以插嘴吗 可以啊 他的气管好像不是很好 气管不好 这是刚问你问题的人 他的气管不好 对啊 火克星他气管应该是 我是刚进来啦 因为我觉得他气管不是很好 然后那是非常 你要讲嘛 小牛 气管有没有问题 他说你气管不好 我的气管很好 很好 唱歌很好听 哇 我跟你说 我们一位大姐 我们大姐到哪去啊 她 她 唱歌很好听 嗯 嗯 嗯 然后咳了两年 嗯 嗯 对 他唱歌很好听啊 我们大姐 我们林 其实我是林姓中庆会啦 我是文山区 我负责光海 举手 李雨胖 嗯 他不可 他唱歌唱得很好听 那个气管 有状态 有状态 然后 其实还有故事 你警察自己讲 其实那女人病啊 哪有 好啦 今天这里要庄重 其实我今天要下来之前 我到原山后山 我在那里议诊 然后提供吵了一个大哥 他跟我很好 姓庄 他 我跟他喝两杯了 所以我才下来 是这样的耶 OK 我讲完了 哈哈 哈哈哈